亚当预表着以后要来之人,即再临基督 那么亚当的妻子夏娃预表谁呢? 自然的,夏娃预表再临基督的妻子 那么,夏娃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亚当给她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只有上帝才能赐予生命 而夏娃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生命 那是因为人类透过将在末日显现的夏娃获得永生 基督安商红教导了我们 在圣灵时代,作为基督的妻子 出现了末后的夏娃预表母亲上帝 第六日创造了牲畜和一切野兽 然后最后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若爱预言解释 这亚当和夏娃 亚当就是那要来之人的预想 此外,说首先的亚当是属土的 末后的亚当是属天的 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几节中 称末后的亚当和夏娃为圣灵和心腹 基督安商红教导我们在安息日之前被造 并得到统治所有受之权柄的亚当和夏娃 是关于圣灵和心腹的预言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尽管预言说 1900年前来临的耶稣是第二个亚当 但又以预言预示了 这位耶稣会在世间末时 再次以肉身显现引导所有的受 基督安商红教导我们 得救的圣徒意味着所有的受 而作为救主的圣灵和心腹是亚当和夏娃 换句话说 末后的夏娃是我们的救主天上母亲 造出生物 牲畜和所有动物 并在最后造出亚当和夏娃 亚当预表要来之人 末后的亚当和夏娃是圣灵和心腹 末日会有圣灵和心腹出现 引导所有牲畜 愿您蒙兽在末后时代登场的 亚当和夏娃 即圣灵和心腹赐予的生命水 并得到永生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